他们身穿紧身洋装、低胸衣、高叉旗袍 甚至内衣、钉字裤、肚兜等服装 脚踩高跟鞋 在田间或农具上摆出撩人的姿势 这种行为与农民和农村环境 近年来 中国社交媒体风靡起一股另类名媛潮流 许多网红和网美为了吸引关注和赚取流量 纷纷穿着清凉性感的衣物 冠上圆的名号 投身各行各业体验 其中 田园、农园等名媛在田园和农村拍摄照片 发网友热议 一股歪风横扫中国社交媒体 以清凉穿着精致妆容和名牌包包为特色的各类缘纷纷出现 从前阵子的佛缘引发争议 接着出现的病缘 以及最近火红的田园、农园、菜园等 这些名媛都将自己置身在各种场合 拍照打卡以吸引关注 近期 许多中国网美穿着性感清凉的衣物 到农村拍摄自己务农的照片和影片 他们身穿紧身洋装 低胸衣、高叉旗袍 甚至内衣、钉字、裤、肚兜等服装 脚踩高跟鞋 在田间或农具上摆出撩人的姿势 这种行为与农民和农村环境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些农园的行为受到许多网友的指责 认为这种行为不仅令人不怨 而且对农村劳动者的尊重并不够 农村原本是认真工作的地方 却被这些网美当成了拍照打卡的表演舞台 网友纷纷表示为了拍照而拍照 留脸又无耻以农民之名 行家年华之心 除了农园 近期中国社交媒体上还出现了 酒店园、景点园、雪园、外卖园等其他另类名园 这些人以奇特的方式炒作自己 藉此赚取关注和流量 然而 这些行为被批评为低俗的人设 引起了中国官方的关注 为了整治这些乱象 中国官方已开始采取行动 然而 面对官方的打压 部分网友质疑此举是否涉及歧视 毕竟 这些另类名园在网络上引起了广泛关注 也为社交媒体带来了不少话题 总之 另类名园风潮在中国社交媒体上掀起了热议 这些名园的行为和穿着不仅引发了公众的关注 也让许多人对农村劳动者的尊重提出了质疑 在这个问题上 中国官方和网友们之间的争辩人在继续 随着整治行动的进一步展开 这些名园的命运将何去何从 仍是一个未知数 此文一出许多网友发表言论 整天靠邀年轻人不回乡 这不就来了吗 老农直接搏 越南日常 女农工就一堆这种了 路乃弹钢琴没事 故农就有事 老农 我劝你们别多管闲事 只有累坏的牛 没有根坏的田 你们没事干眼红个屁 我劝你们要善良 抓到直接送农村啊 超有用的好吗 大家对于这件事有什么看法 欢迎留言讨论哟 感谢收看VNews 每天给你最新最好料新闻报道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好看